香港健男代表,梁宽莫少聪。当年他怀孕生儿子,不认他,如今他在昏过的幸福美满却来抢抚养权。 莫少聪对大家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但如果说起梁宽,你肯定会记得他。 但你不知道的是,他和红心的一段安安怨怨,到今天还纠缠不清。 如果你看过黄飞红系列的电影,就会对他不陌生。 影片里面,李连杰是主角,而她莫少聪则是配角,梁宽。 相信到这里很多人应该已经知道她是谁了吧?她是梁宽专业户。 红心,大家对她的印象最多的就是在电影《永春》里面的豆腐西施。 如今再回头看当年的电影,里面的燕阳真的因为她的名字,很妖很艳很美,大概是在事业上比较顺风顺水。 对,莫少聪在感情方面就自本任性起来。 1997年的时候,两个因为电影《亡命天涯》相识相恋。 当年红心当年对莫少聪的喜爱在香港娱乐圈有目共睹,莫少聪拍戏红心经常去剧组照顾莫少聪,两人感情甚至甜蜜时红心怀上了莫少聪的孩子。 当大家以为红心怀了孩子就会离结婚不远了,谁知还没等红心把孩子生下,莫少聪便性情大便不仅造谣红心与自己交往期间勾打富商,就连她肚子里的孩子也并不承认甚至怀疑红心不减点怀上孩子想赖给自己。 莫少聪的否认,让红心终于看清楚她的面目,就独自抚养孩子。 她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莫高莲,有媒体询问过红心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一直闭口不提,看着孩子的性还有她之前与莫少聪之间的恋情,孩子的父亲自然就出来了。 很多人好奇,莫少聪为什么不承认这个儿子。 方间有传闻称,莫少聪在经过多年风雨后,其实早有成家的念头,只是红心并不想婚,莫少聪也莫克奈何。 红心怀孕后,莫少聪也从她怀孕,到加拿大陪产,坐月子都一路伴随,只是女方却在坐完月子后,就突然不告而别。 莫少聪曾向身边朋友透露,自己有被设计的感觉。 因为辗转从红心的朋友那边听闻,红心只是想借逐生子,并没有想和她在一起。 当媒体还在等待莫少聪会不会给红心母子一个交代的时候,就宣布了自己的新恋情。 和红心相比,莫少聪的这个新女友还是个圈外人。 而进入2000年后,香港的电影越来越没落,新一波的当红笑声建成气候,而莫少聪又没有十分较响的作品,所以她的名气有所下降。 但是颜值,演技都不错的她在荧幕上的活跃程度还算可以。 011年是莫少聪人生的转折点。 这一年的4月份,莫少聪因为吸毒而被警方拘捕,对于吸毒的事实莫少聪也供认不讳,尽管她在媒体面前痛哭流涕地认错,但仍旧无济于事。 各大电视台,片方都对她进行了封杀,她的演艺事也遭到了剧创,莫少聪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这一年,年经半百的莫少聪在事业上的失利让她决定开始回归家庭。 当年的8月,她与一位比他小28岁女友低调结婚。 这段婚姻生活之维持了5年,2016年10月份,莫少聪在微博上宣布与妻子离婚。 同时孙云林放弃女儿扶朗权,莫少聪要赴兼母职照顾女儿。 相隔了10天,莫少聪在微博上炮轰自己的前女友红心,称当年错不在自己,沉默不代表不敢说,为了儿子,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 而在这时的红心和莫少聪相比,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了。 当初因为未婚生子,红心从香港转战内陆,在2004年因戏与张丹丰结缘。 2009年,38岁的红心与比他年轻10岁的内地演员张丹丰结婚,尽管是姐弟恋,但张丹丰对红心非常体贴,十分甜蜜。 红心笑说,她非常细心,比女孩子还细心,也很有耐心,我个性是比较急躁,比较冲动,她能压制住我,与我互补。 后来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张丹丰对自己的妻子不错,莫搞连也接受了张丹丰这个父亲,并从此改姓张。 大概是看了红心对她的动作没反应,莫少聪又开始在网上威胁红心说要爆出她当年生字的内幕。 然后,莫少聪就发了一篇微博上面写着第一次公开儿子的这些照片,这是莫少聪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莫搞连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在微博上晒出了两张儿子小时候的照片来佐证。 而现在处在幸福生活中的红心真的忍无可忍了,发微博说根本没有流利你的新闻,更不可能找水军去攻击一个遗忘的人。 这样的回应大概莫少聪也没有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导自演,把自己离婚受到的伤害转嫁别人身上。 在与网友的互动中得知他非常介意儿子莫搞连叫张丹丰爸爸,坦言我已经承认了儿子莫搞连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也可以按月支付你娘俩善养费,但是你把儿子改姓改名是几个意思。 对于莫少聪这样的自作多情,他承认的儿子并不care,还在微博上说过自己想爸爸,张丹丰,妈妈妹妹,还说他们一家四口开开心心就好。 看来生父对于洪心的儿子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看到这样情况的莫少聪后来就没什么动作了。 不过最近莫少聪又出来作怪了。 原因是洪心的儿子准备往娱乐圈发展,而洪心也很支持,可是莫少聪却不同意,还放话要将洪心告上法庭,从他身边抢回儿子。 按理说,张浩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洪心在抚养,莫少聪既然觉得张浩风不是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还要掺和洪心和张浩风的人生? 如今张浩风已经17岁,有爱自己的妈妈和不偏亲的继父,凭什么莫少聪要把他抢回去? 面对莫少聪这种无耻行径,张浩风一句好像是便宜我了真是解恨,左有貌美温柔的妻子洪心,又有一对帅气乖巧的子女,可不就是便宜张浩风了吗? 莫少聪要抢回儿子的抚养权,张浩风为护妻,妻子回队秒杀他。 幽默嘲计,不带脏话的回队也是令网友纷纷称赞太姐气。 现在的莫少聪再也没有当年的名气,反而是退出娱乐圈做起了茶农的生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喊别人爸爸,不认他才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